万华领长夫妻深夜遭送医 原来是洗澡没开窗险CO中毒 深夜11点多 锦销赶到住家 急忙将屋内的夫妻党送医抢救 原来他们洗澡洗到险些昏倒 儿子回家发现后才赶紧打电话报案 事发在昨天深夜万大陆534巷内民宅 遭送医的陈姓夫妻 妻子还是当地的阳姓领长 消防人员说陈姓夫妻把热水器装在室内 又没开窗通风 导致屋内液氧化碳数值飙高 才会差点中毒 消防人员更发现他们没加装强制排气设备 因此赶紧出动了排烟机 让室内迅速通风 索性两人都没有生命危险 也让辛吉的儿子松了口气 突发中心拍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